你的版本 第二的话呢,去抓取那个对应的 这个Chrome的driver 因为我这边是80,所以就找80的这个driver 当然如果你是Mac,他有提供Mac 如果你是Linux,他有提供Linux 所以一样有对应的东西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安装那个Selena的package 装好之后的话呢,其实你们可以试乱看看 如果说你执行什么 底下的这一段 在这边,第七页这边的这一段程式 他理论上应该会打开 然后自动会填资料 然后自动会,我这边是有存档 那最后的话呢,当然我这边有一个slip slip就是让他先停两秒钟 所以tine.slip,刮幅2就是两秒钟 OK 特别注意,有时候网页 如果你担心说他网页还没载完成 那可能说还是要让他slip,先停一下 等他载入成功之后再去抓 不然的话,你太早抓网页都还没载成功 你要抓就会抓取失败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那个timing很重要 然后最后的话呢,就是把什么 把他里面的资料,把它存起来 那之前我们存那个网页是用request 可是如果是你用slip的话 他里面的话呢,会有一个叫做driver的物件 这个driver物件其实就指的是chrome本身 这个chrome本身里面有一个 一个属性叫做page source 其实这个网页原始码 那可以把一个网页原始码抓回来 实际上就是等于是用request request.get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request.get回来,它会有一个 html物件 只是说html物件还要多一个属性叫.test 但是这里不用 这个html就是一个自创 不需要再多一个.test的属性 那如果我要把它存起来的话 我底下可以再加什么 fw用一个什么呢 用一个 也许如果我今天 我想要把吴老师的这个里面的东西全部存下来的话 那我怎么样 可以把它存档,write出去就好了 这个地方的话呢 他就把他这个网页原始码就存档 当然如果你将来你不是要存档 你要用beautiful shape再去抓的话 那你底下再去写后面的东西就好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延伸性还蛮大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边就是把这个地方的 刚刚讲的这个sample把它做起来 所以最后把它存档 我们看一下,应该理论上存档应该不会有问题 存档也非常简单 就把它网页原始码 看到吴老师的东西 然后呢 就把它存档 存档完之后就把它关闭 这样而已 OK 最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网页的结果 refresh一下 有没有出现呢 看一下 有 就在这里 它的网页原始码 当然原始码是这样的 只是说我如果今天要透过beautiful shape解析的话 那我可以再利用beautiful shape 再去做后续的解析 OK 它主要是什么 把这个page的原始码帮你抓下来 OK 所以只要漏完之后 那个原始码抓下来 写法大概是这样 这个sample还蛮好用的 只是说呢 你想说老师可是问题啊 你刚刚这些动作啊 为什么它会自己跑呢 难不成说这些的程式码 我们都要背嘛 比如说我还要知道说by name 那个名称叫q 我怎么知道它是q 我还要再按右键去检查 然后检查那个东西叫q 然后呢 后面有个方法叫click click顾名师姻嘛 就点一下嘛 意思说 在找到那个q 就是那个textbox 它叫q 然后呢 点它一下之后的话 并且把里面的东西清空 clear 并且在上面打吴老师这几个字 然后上面这四行 虽然不难啦 但问题啊 对有一些人来说就是障碍 以后啦 当然你可以复制贴 可是有些东西说 老师可是有些上面的东西不是叫textbox啊 可能是什么下拉清单 可能是一个清单 可能是一个什么 一个option等等的 那怎么办 交规一个方法 就是把它浏览器 当成像录制具体一样简单 所以第二个 如果说你要产生这个程式码的话 其实怎么来的 一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可以从那个上面三点点点一下 二的话呢 找到那个什么呢 空浏览器有一个所谓的 什么呢 它可以安装什么 外挂的地方 更多工具 里面有个叫什么 扩充功能 有没有 更多工具里面的 扩充功能 点击之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这边有那个扩充功能 那你可以找一个外挂 外挂 等一下 外挂是什么那边 刚那里没错 这里 这里吗 扩充功能 对 然后左下角 左下角 点那个清单 这个吗 对 然后左下角 这边开启 对对对 它有点迷宫一样 其实就是在这 越改越越难找 所以在左下角它藏在这里 奇怪 那干嘛藏在这里 又不是见不得人 OK 好 那里面的话你就搜寻一个东西 我觉得这东西还蛮好的 我是把它放在我的那个讲义里面 云端讲义 它这个名称叫什么 这个本来在Firebox才有 后来的话 它已经在那个什么 这边已经有了 我这边有个超连 或者你点这个超连接也可以 这连接点下去 然后把这个东西装起来 加到 点击这个连接 然后或者你搜寻这个东西 叫Cental Recorder 其实就跟那个Essail里面 录制具体差不多意思 然后就把它加到你的Chrome里面 然后按新增 新增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它就跳出一个什么 要不要让你Log in 要不要塞 in 其实不用 你就把它关闭就可以了 那有哪些差别 你可以发现 扩充功能里面 这个地方 它其实也不好找 我觉得它做的不是很友善 它会躲在 这个扩充功能里面就有这个东西 那你就把它叫出来 特别是 有的时候我觉得它的界面 不是很友善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它这个Chrome好像不太 它慢慢好像不太喜欢用那种扩充功能 可能扩充功能问题太多了 OK 那没关系 我们点击它 点击它 出来了 有没有 扩充功能就出来了 所以接下来这个跳出来的东西 可以有点像Excel里面的录制具体 OK 那只是说我要怎么录制那些动作 并且让它可以work OK 特别是注意 像我刚刚 我们不是那动作是先到这边 先打开那个Google浏览器 所以我们先到那个Google浏览器的那个首页 Google首页 Triple W Google Google.com 这个OK 好 我们先点这边 这个网页上面 然后我怎么去录制那个具体 1.点选它 2.如果你要recode的话 记得 其实主要会用到的功能 上面按有这么多 最重要只有两个主要功能 1.recode 但你recode的话按下去 它就会变成有个stop 就是你按了 然后再来就把它停掉 如果你不录制的话 最后如果你要看原始码的话 就是这边 tode 有没有 输出程式码的地方 主要是这两个 至于其他的 暂时好像可以不知道 没关系 主要这两个功能 那怎么做 首先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我录制 recode 按下去 接下来的话 它躲起来了 这个 这时候的话 其实就是你做任何动作 它就会开始做了 比如说我在这边点一下 然后呢 输入什么 输入吴老师 当然你们不一定 要一直找吴老师 不然的话 好 我画那个 好 然后再来的话 这样就OK了 OK之后的话 你把它停掉 停止 start 那你会发现 它这边就会帮你产生 对应的程式码 有没有 open click type summit 有没有 这些 但问题是 你要怎么把它变成有用的程式码 OK 所以特别说 你录完之后的话 录制完之后 请你按下停止 停止完之后 我如果要看这个 这个句集 其实你可以把它当句集 里面的程式码的话 很简单 而且我觉得它支援的还蛮广泛 不是只有python ispo 有没有 expo 这里 请你找到 它预设的那个format 是它自己的 那你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 改成python 不过我建议你用python2 因为python好像这边出来的东西 比较 这个比较乱一点 我的习惯是找python2 python2的哪一段 其实你往下卷动 主要是这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function 然后主要在这一段程式 有没有看到 其实如果你get这个不要的话 其实主要是这五行 所以我刚刚有没有 做的动作就是 先到那个网页 那个网页的名 网址它也帮你记下来 然后呢并且帮你找到什么 找到 那一个输入的名称叫q qclick 然后清除 输入summit 程式就有了 所以将来你就怎么样 把这一段程式复制起来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边哪里 有没有 就这一段 把它贴上 但贴上它有缩排问题 没关系 你就把这几个 把这几行 把它直接再按 shift加tap 这样子 放在程式的中间 接下来的话 你就会try一下看看 理论上应该就ok了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刚刚的动作 然后到 有没有 然后并且把它存档 我后面是自己再加上这几行 存档的部分 以后的话呢 所以特别主要 我们书上 其实有讲 不过书上就讲上半部 下半部怎么存档 它没讲 我自己再把它加上去 因为问题是你做完之后 你最后一定是要把它 把那个网页内容 原始码存下来 不然你做这个动作要干嘛 所以后面部分 这几行 这三行 这一行主要是 把那个原始码抓下来 然后存档起来 你就可以抓到原始码 那如果你要抓 再抓里面的东西 你再 import 比如说 再把你要的东西 透过 那个标签 看你要抓TD 还是抓Table 等等的 就是再把它做 里面下一步的扒取 这样就ok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第一个 所以安装 这个就是安装的部分的话 这个可以把它关闭了 有没有 这个其实就是 有一点是扩充功能 我刚刚的扩充功能 是放在 06 08的第几页 这边这个浏览 这个是第三页的地方 有一个连结 你不用找 你就直接从这边点 也不用 底下那个Firefox 其实可以把它跳过 因为之前 本来它只有支援 Firefox 现在是有 然后进来 可以稍微看一下 目前的话 蛮多人装的 ok你看 至少也是四点多颗星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还蛮好用的 那做完这个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挑战刚刚讲的 就是说呢 那这边有一个 在第七页的地方 有一个叫观测 资料查询系统 如果我今天希望 想要把那个网站上面的东西 一个一个 它变成要点了之后才会秀 点了之后才会秀 那我有什么方式 可以透过那个 刚刚的那个Selenium 可以怎么样 录制剧席 然后把这个剧席 放到程式里面 让它自动去点选 点完之后东西再帮我抓下来 然后最好呢 最后就帮我存成一个CSV档 这样就ok了 大概是这样 要怎么做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试看